在今天的定期会议程中 县员曾正言表示 目前学校的工有才欲缺不补的方式办理 影响校园安全及环境整理等问题 强力要求教育处提出相关解决方案或是增加经费 并要求县长积极向中央反映 县员赖燕雪也相当关心县内学校工有欲缺不补的问题 他表示法条已经松绑 建言相关单位应该要着一补助 把这中央的法条已经修正了 我希望地方政府也能够跟上脚步 很多校长是拿着锄头还有这个锄炒机在锄的 所以面临这样的状况 我们是不是能够建议县政府财务能够调整 对于这个工有的部分能够作为补助 或是补助经费是可以做调整 县远林芳宇表示 不离证明附路于南新街十字路口 大大小小的车祸频转 经会堪后因为地形地物的关系 要设置红绿灯号制有其困难处 因此也建议相关单位通盘检讨 以利维护用路人安全 这个私有的土地是站在一个路中央 所以说每次学生家长在接送的时候 会造成一个严重的堵塞 而且这个十字路口也交通事故蛮频繁的 希望说能够在我们的财政允许之下 能够做一个通盘检讨 能够解决这一块土地的这个问题 还给这些进出的这些民众更通畅的一个路口 县远张家者关心南投各项建设的推展 包括中兴大雪道中兴新村设置分校 民众期待的运动中兴也好 或是商场及影城等的建设等 呼吁县府团队应提前部署 持续积极评估各项可行性 以利地方的发展 不管是未来中央有机会开发我们中兴新村 或者是说中兴大雪来到南投 或者是高等研究园区 这个开放工厂可以做无污染的生产 或者是说现在大家很关心的交通建设 沿线到我们南投来 我们民众众所期待的 关于运动中心也好 或者商场 或者乃至于影城 这样的复合型的综合建设 汲取相关单位能够重视县议员们 所提出的问题 尽数改善现况 让南投县民更安居乐业 记者洪一伦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